今年第四号台风爱丽 在早上的八点钟生成 持续朝北北溪的方向来移动 跟中国海南岛附近的芙蓉台风 形成了双台共舞 刚好是在台湾的左右两边 但气象局局长郑明天表示说 这两个台风距离台湾的位置 是维持得非常的友善 不会在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是台湾会在低压环流带 在未来一周 尤其是南台湾要严防大地 东亚卫星云图上 既今年第三号台风芙蓉生成后 第四号台风也来了 一号早上八点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生成为爱丽台风 未来将朝北向流愁海域前进 看看芙蓉和爱丽双台共舞 但气象局分析 两个台风距离台湾远 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也不会引发藤原效应 但台湾未在低压环流带 南台湾得注意与可能连下一周 那以今天来讲的话 其实在水汽台在逐渐的进来 后的东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 会有些局部性大雨出现的机会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在脸书发文 好多朋友担心台风 但不是台风主体 而是外围环流的水汽 配合西南风 中南部会有较多的累积降雨要留意 而气象局局长正明点表示 双台一左一右 在台湾两侧距离还维持得 对台湾很有善 三号台风它的气流导引 台湾地区是一个比较偏 东南风的状况 那等到这个三号台风逐渐上去之后 反而是后面这个四号台风碍力 导致整个台湾附近的风场的转变 其实今天是东南风的风 所以主要的降雨会集中在东南部 明天来讲的话变成偏南风 接下来的降雨热点 周末到下周一南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 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 是下周二三四降雨热区扩大 中南部东南部也都有局部大雨 北部东北部则要留意 午后雷震雨预计未来几天都会受到低压带影响 要到下周五天气才会转为稳定暑假出游 得留意天气变化 澳门媒体报道 一批由台湾进口的芒果 在上个月29号被验出了新冠病毒 澳门当地已经将20箱 共100公斤的芒果全数销毁 没有流入市面 同时暂缓厂商进口一周 对此农委会强调 目前没有研究指出 病毒可以透过农余畜牧等产品包装进行传播 台湾芒果外销竟然验出确诊 根据澳门媒体报道 上个月29号 一批由台湾进口的芒果 经过新冠病毒检测呈现阳性 当地立刻将20箱共100公斤芒果 全数销毁 暂缓设施厂商进口一周 消息传回台湾 农民不可置信 听闻消息非常惊讶 怎么都想不透 台湾芒果外销澳门居然验出阳性 农民认为病毒不一定是来自台湾 针对这次芒果验出新冠病毒 农委会也强调 目前研究没有指出病毒可以透过农产 鱼产甚至畜牧产品包装成为传染途径 只有中国以及它所属的相关的这些关税领域的区域才有在检测所谓的COVID-19病毒 在世界农国维生组织上面 目前没有所谓的透过病毒在所谓的农予序产品上面的包装传染给我们的人 今年芒果产量锐减只剩以往两到三成 虽然买气还可以 但传出芒果外销验出阳性 无疑是对农民一大打击 究竟哪个环节染染病毒必须提出证据 否则农民恐怕无法接受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暑假来临 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家都闷坏了 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特地在暑假期间 首度延长开馆的时间 每个周末延长到晚上的七点钟 双剧场也加码星光场次 要吸引民众夜访恐龙 另外 广山搜狗百货也推出了恐龙岛 打造拟争场景 让民众可以近距离跟恐龙接触 而中游百货 每年备受瞩目的动漫展也开跑 开展的第一天 就吸引大批的动漫迷前来参观 科补馆的暴龙 发出巨大怒吼声 加上灯光照射 更是栩栩如生 吸引了不少大小朋友来参观 但若是在晚上看 恐怕会更刺激 今年暑假 科补馆首度在每个周末 延长开馆时间 要让民众夜叹恐龙 还很兴奋 怕戏 来这边感受更深刻 一起门太久 对 但就是防疫做好 然后就一样会出门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今年一到五月 参观人数71.5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少了7万多人次 为了吸引游客 科补馆除了在暑假延长营运时间 太空剧场和立体剧场 也加开新光场次 参观人数是少了蛮多的 那我们也希望在暑假期间 我们延长营业时间 可以方便大家来这边参观 想看恐龙 不只有科博馆 广山搜狗百货广场前 比人还高的暴龙 剑龙 三角龙 就出现在你的身边 民众可以近距离拍照 我觉得很棒 可以带小朋友来 三只恐龙非常逼真 外面的装饰 都是非常有神力起见的感觉 而终有百货 每年备受瞩目的动漫展 去年受到疫情影响顺延 今年如期举办 开展首日 涌现满满的排队人潮 暑假来临 台中疫情逐渐趋缓 满了好久的民众 终于有机会可以外出走走 透透气 后疫情时代 各业者冬起来 纷纷推出数期活动 抢商机 借降无否验台中报道 疫情方面的消息 本土新增确诊数 在昨天来到了3.8万例 指挥中心分析 接下来几天 可能会维持在3万多例左右 但是医师黄高斌认为说 群体免疫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不会一直停在3万多例左右 而医师潘建志则认为说 按照目前 这个疫情下降的幅度来看 7月11号还有7月21号 是本土单日确诊数 跌破万例的两个时间点 要是21号 没有如期跌到万例以下 有可能是社区里头 已经遭受到了BA.4 LBA.5病毒的情形 6月最后一天 本土新增确诊数 3.8万例 指挥中心分析 接下来几天 可能都会维持在3万多例 周末甚至会降到2万多例 而根据指挥中心 公布的数据显示 台北市6月30号的新增确诊数 对比上一周同期 反倒稍微增加 疫情走势 是不是出现变化 医师 这20亿以后 我们还一直超过一万的话 可能就是有变种病毒 在那边增加了 因为这个BA.4跟BA.5 他假如说 在社区里面出现的时候 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波的 这种案例的增加 那虽然他会有侵犯到 下呼吸道的这种可能性 国外的经验来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不用担心的 BA.4跟BA.5病毒株 是否会让疫情发展 出现变数 成为接下来的观察重点 这总部的